接下来我想要回归到我们的资料点 还是要简单的让你去了解一下 一些函式的使用 就是这一套软体像Easeal它不是有函式吗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透过你已知的Easeal函式 我们来去做一些基本的运算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新闻是不是有开始张贴的日期跟结束的日期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大概新闻它的一个张贴的一个时间 例如说什么新闻张贴公告的时间最长 假设你要调查这件事 那我们可能就是把什么 结束日期减开始日期 因为理论上都是这样子的减法 日期是可以做相减的 所以我现在我们来教你简单的一个运用 首先在既有的资料里面 我们要用这边有一个叫做首页新增量值 这个新增量值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新增一个独立的值 例如说平均 假设我们今天要算平均公告的时间 只有一个值 总total 总值 只有一个值 这个时候我们用新增量值 如果你今天要把每一个新闻结束日期减 开始日期去计算新闻公告期 那是不是每一笔资料都有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用新增资料行 点选新增资料行之后 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这个资料行应该要换个名称 例如说我们就叫做什么 新闻公告期 就是它是一个时间 时间就是公告几天 如果我们现在以天来去做定义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等于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 应该说这个日期 end day 减去start day 所以在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你要先呼叫 请你呼叫资料表 里面的 栏 例如说 一撇 就是呼叫资料表 那如果说是 这个中瓜湖 中瓜湖在那个enter的上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个什么 中瓜湖 这个就是代表说 栏取下面这个栏 记住哦 data 这个是资料表 取表格用一撇 这一撇在enter的左边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在相同一个资料表里面 原则上你不需要取到资料表 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你今天在台湾 我们写地址 有没有人写台湾省 没有吗 你要记得高雄市 你也不用刻意写台湾省 对不对 相对的 我现在呢 我的资料 我现在是不是要在新增资料行是在这里面写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直接用这个中瓜湖 可是我希望你养成一个习惯 因为越写到后面 越写像写程式一样 最好是交代哪一张资料表里面的什么栏 因为从一撇开始写会比较好 好 一撇 我接下来要请你们 这边等一下可能会有同学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是不是打下一撇 结果他这边不会出来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哦 你就按一个空白键 然后再往前删 他就出来了 就是因为记忆体的关系 因为记忆体的关系 可能会跳不出来这一个 可能说是参考的资料 好 所以一撇 底下 底下我要选择 选择什么 end date 这怎么选呢 你是不是点到他 要点两下 要用点两下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再输入一个减号 减什么 就是结束日减开始日 好 一样一撇 然后往下去找 我都习惯用方向键了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找 start 对 这个 然后接下来 既然我都是用方向 我都是用键盘 这个时候怎么样把 现在的这一个 这个内容放上去呢 用 type键 键盘最左边 是不是有一个type键 是点这个type键就上去了 你用滑鼠就要点两下 就会上去了 好 那如果你用键盘的话 你用type键就直接跳上去了 然后接下来按一下 enter 对不起 这个后面不需要 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用这个栏里面的日 的意思 然后直接esc取消掉后面的继续的叙数 然后直接按一下enter 然后您看一下 拉到最右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的新闻公告 新闻公告 就是刚刚是不是结束日 6月19减去6月12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7 应该是7 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算 我们要去算一下 就是说 这个其实代表就是阿拉伯数字7 因为1900年的第一天 它叫做1月0日 可以听得懂 我们现在说的意思 我们电脑都是从零开始算 而且都是电脑元年 电脑元年就是1900年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因为这是20世纪的产物 20世纪就是1900年开始 那个世纪 不过你不知道 无所谓了 我重点是 我们必须要把它改成 阿拉伯数字 对吧 因为你呈现这个内容 别人根本就看不懂 它是什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模型 模型 我们先点一下别的 然后再点回来 因为刚刚 刚刚我们在这边 没有完 就是 反正就是 我们这边可能会看到 都是灰色的 所以你先点一下别栏 再点回来这一栏 请把它改成不是日期 因为这边就是一个数值 所以请把它改成整数 然后他说 这个资料经过转换变更 那你的资料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储存 我们就直接选择是 拉到最右边去看 你最后面新增的 刚刚手页最后面新增的 全部都会放在最右边 好 这边7 可以吗 因为我觉得 你不晓得 电脑元年 第一天是1月0号 也无所谓了 反正就是 刚刚是不是1月6号 对不对 他就是第7天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重点是要 会算这个东西 就是我有了这个数字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 平均新闻公告的 那个 数值是多少 可以 接下来慢慢就是要教你们这些东西了 因为我在这儿强调 我们不要去看那个B 我们不要去看那个值 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率 率比较重要 好了 请你们现在 我刚刚的做法应该还蛮简单的嘛 就是你要会使用 怎么取用某一栏的资料 减某一栏的资料 而且我用的是首页新增量子里面的新增资料行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其实 我们先停下来 你们先进去 我们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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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进去